一只股票在成为龙头之前 我们很难去发现它 对吧 等它涨高了 主力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的时候 我们又不敢去追 因为主力它随时都有可能去出货 于是乎我们就可能与龙头失之交臂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到这个龙头 它所带来的市场效应 以及板块效应 也就是说我们复盘的目的是啥呀 不是找到这个龙头 而是找到这个龙头 它所带来的板块效应 如果说板块形成了一个效应 那么你在里面躺着都可以盈利 所以说我们复盘的核心意义 就是去判断板块 它后市会不会走出一个延续性 不是说去看今天谁涨停了 不是说去看龙头榜上 哪位游自由重仓干了哪个标的 其实这些数据都是刻意做给我们小伞看的 我们这样去复盘 它的意义并不大 真正的大资金大主力 它们是有很强的全局观的 主要看的就是这个板块的后市 它能不能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 所以说关键的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板块 它能不能成为市场的一个核心主线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看一下这个板块的容量够不够 容量就是指的它里面的个股的一个数量 是不是足够的多 个股的数量如果说是比较少的话 各位那么它所容纳的资金体量就会比较小 比如说这个体量比较小的电子纸这个板块 对吧 烟花爆竹这个板块 电子纸十来只烟花爆竹可能就几只 上市的烟花爆竹的公司不超过两家 所以说这个方向的个股数量太少了 它肯定是成不了市场的主线的 只不过是有利好消息的时候 这里面的个股涨上个两三天 然后很快就会熄火 因为它承载不了太多的资金 第二点就是看这个板块 它有没有大盘票 大盘票指的是啥呀 是指流通市值是在100亿以上的 各位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指的是流通市值 不流通的是没有多大的参考意义的 流通市值从哪里看呢 打开这个个股它的一个盘面 在下方有一个流通 这里有一个26.1 后面单位是1 这里指的是流通的股本 那么再看一下它的价格 当下的价格乘以它当下的一个流通股本 就是它当下的流通市值 超过100亿的时候 那么它所容纳的资金体量 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因为大盘票 它都是大资金大主力去玩的 它需要较强的资金体量 所以说它需要有较强的资金体量去容纳 如果说这个板块它有大盘票 或者说还有好几个还不少 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这个大盘票 它们是不是形成趋势了 是不是在底部有放量 有资金进行建仓 大盘票的走趋势 如果说大盘票能够走趋势 那么它就会给板块的预期 吃上一个定心丸 其次呢 其次就是看一下里面的小盘票 大盘票和小盘票都是有用的 小盘票它的作用就是 打开市场的空间高度 以及吸引市场的一个人气 我们知道一些油资它都是比较喜欢小盘票的 小盘票它通常是指流通市值是在50以下的 这样的话油资再拉起来就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不需要太大的资金体量 就可以把一只小盘票顶到涨定板上去 甚至是连拉几个涨定板 这样的话它的市场的空间高度是不是就打开了 个股的人气是不是也增加了 这样的话大盘票和小盘票它就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 就容易形成比较强烈的板块效应 这样的话只要你选对了板块 闭着眼睛躺赢 板块形成一个共振拉升 大权重拉升 坐稳市场的信心 小盘票跟风去带动人气 有高标的空间 也有低位的跟长 那么这个板块它才是一个健康的板块 才有后市继续向上拉升的一个预期 那么它就很可能会带领大盘指数往上涨 带领指数去做冲冠 所以说如果说这几点都符合了 那么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躺赢 比如说之前炒的信创 医药等等 板块的数量 板块里面个股的数量非常的多 而且里面不乏有大盘票 那么这个板块它就是市场短期 一个月之内的一个主线 甚至可以看得更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标的 各位 今天它是打出了一个五板的空间 我相信有不少做短信的朋友肯定都会注意到它 它前期的走势还是非常亮眼 非常漂亮的 我们也知道当下市场的一个最高标就是五个板 所以说今天这个一字板它是放出了 它是稍微放出了一些量能来的 是有人提前离场了 那么市场的高标会不会向上再打开一个空间呢 这个板块有了这样一个高标以后 整个板块的效应会不会形成呢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高标有了 我们就看一下它所数的板块是什么 第一个放之服饰 它是做衣物原料的 是它的一个主营业务 所以说我们就看一下它有了一个高标 它后面的跟风小弟是不是也出现了这样明显的底部的趋势 是不是说有资金在跟风 有资金在进 也就是说在下方底部的时候 是不是成交量放大股价上涨 成交量缩小的时候股价又下跌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量价关系 如果也有这些小弟们的话 那么它大概率就要形成一个板块的效应 那么有着这种明显底部特征的标的 我们看到主力资金活跃的标的 那么它后市都会做一个补涨 除了纺织服饰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 网络直播还有一个新零售 这两个说的是啥呀各位 很明显不就是直播带货吗 对不对 而且618也临近了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挖掘一下 电商那些概念的个股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在底部 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当然了哈各位 它能够走高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个股的利好消息 有一个重组的概念 由于个股的利好 它才有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市场高度 那么接下来到底是仿制服饰 还是电商这个板块能够引领市场 我们放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